我有一个哥们儿是业务骨干 很多工作都离不开他 在办公室里看到他 基本都是小不快跑 脚不着地的样子 语速也很快 有rapper的潜力 既然工作做了好 汇报也理所当然应该由他来做了 可是这种在老板面前露脸的事情 反而给他带来了无尽的困扰 如果把宝贵的时间用来写PPT改PPT 那耽误的工作怎么办 还不是得自己回头再加班做 老板都鼓励多工作少汇报 那我就快快做个简单的PPT 把我的工作都放上去 老板应该能从中看到 我是一个注重工作时效的人吧 结果在哥们儿汇报的时候 PPT被老板挑战的狗血淋头 而同一个周会上的小 工作量只有这个哥们儿的一半 但因为PPT精美 反而受到了表扬 课代表 老板们是不是都行事主义 生殖家心是不是只看谁更会演戏 我要不要跟他们焊切一气 到底是汇报重要还是工作重要 你老板不就是我吗 当然是汇报和工作都很重要 虽然是句大废话 但是落在你身上 其实你根本不配谈工作和汇报哪个更重要 我怎么不配了 因为你工作能力虽然有80分 但是你汇报能力只有40分 这不是在工作和汇报中做取舍的问题 而是你的汇报能力太差的问题 课代表我觉得你在偷换概念 我承认自己汇报做的不好 但是这是因为我没有花时间 如果花了时间 我也能做出像小A那样高大上的汇报 所以这不是能力问题 还是时间和取舍的问题 你觉得小A比你强在哪里 当然是小A的PPT很精美 看起来很高大上哦 你错了 告诉你一个秘密 大多数老板看到形式特别精美的PPT 内心其实是反感的 因为他们心知肚明 这些精美的PPT 是用工作时间换来的 而老板更愿意你把时间花在工作上 而不是花在对他汇报上 真的吗 所以你是说 如果我内容做得好 哪怕是最朴素的PPT 也能达到小A的效果 没错 其实我之前工作的亚马逊 大家用的就是文档汇报 而不是PPT汇报 因为贝佐斯觉得 PPT会引导观众的思维 但是文档能激发主动思索 同时呢 在写文档的时候 对作者的思辨能力要求也会更高 所以我们在亚马逊的时候 开会的前几分钟 都是沉默的时间 大家拿着文档 读完以后再进行讨论 这个时候 这个文档上 是没有任何话里胡哨的东西的 虽然你拿出亚马逊的例子 但我仍然不觉得 小A的内容比我好 我PPT上的工作量那么多 他就几条 他的内容比我好在哪里呢 你们之间最大的差别 就是小A的汇报 非常有目的性 我就知道小A是个心机表 汇报的时候还带着目的性 心术不正 那完了 我觉得你犯了一个对上汇报的非常大的误区 你告诉我 你跟老板做工作汇报的时候 这个工作汇报的目的 是为了告诉你老板 你做了什么工作 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汇报这个词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那你觉得一个好老板应该是个监工吗 那应该不是的 我也不希望我的老板是一个监工 这就是了 这种罗列公司的汇报 说难听点 就是把你和老板的关系 摆在了一个农历和监工的位置上 好像是有点这个感觉 可我怎么改变这种关系呢 其实想做到80分的汇报 一点都不难 甚至我们每个人都做到过 你肯定成功说服过你朋友去做一件事吧 如果有 那这段对话就是一个成功汇报的雏形了 之所以我们在工作中汇报是40分 是因为我们被各种所谓导师 交歪交坏了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句话 因为我之前就在管理咨询工作过 而且是MBB里的BCG 大家众所周知 咨询是PPT卷的天花板 然后这个MBB又是咨询里边的 这个卷的天花板 从内论经历里边 我已经学会了复杂PPT的天花板了 但是在互联网企业里边 又学着一点一点扔掉 扔到最后 剩下三件简单朴素的小事 做到了就能帮你拿到一个起码合格 很可能优秀的汇报 第一明确汇报的目的 不光明确整个汇报的目的 也明确每张和每页的目的 如果没有目的就考虑删掉 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这里最差的目的是 我要证明自己是个好员工 比这好一点的呢 是我要证明我在做的这件事 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是一件好事情 再好一些的目的是 我要在模糊困难的局面下 做出一个前进的决策 第二 围绕目的 删凡就解 再说的具体一些 你的汇报的核心 其实只需要三个内容 第一 汇报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 你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第三 支持你核心观点的论据是什么 目的 观点 论据 之后 要用逻辑把这三个内容组织起来 让论据能支持观点 然后让观点能支持目的 这里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的目的是 我要申请资源在A方向加大投入 我的观点是A方向很重要 而且它未来会变得更加重要 我们的资源投入到A性价比很高 我这里的论据呢 就有很多种 比如说定性的论据是 A方向是我们战略中必备的一环 定量的论据是 A方向过往所沾的比重逐渐提升 上面这个定性定量 仍然是冻嘴皮子 那更好的就是实验数据 比如说过去的业务发展 证明资源在A上的RI 强于投入其他候选的BCD 那最后可能还有一个加分项 就是方案 我需要多少资源 计划如何使用 预期带来什么样的效果 没错 以上这些都够了 其实我看到的99%的失败汇报 要么这三个事情没有讲清 要么把这三个事情藏得太深 蔡尹会让观众失去耐心了 不要跟观众捉迷藏了 把这三件事情讲清楚就可以了 第三 找一个朋友试炼一下 确保自己的逻辑和论据都是合理的 请一定要跟这个朋友讲清楚 你不是在找他要鼓励的 你需要他来认真挑刺 在这个试炼过程中 你也要积极给自己挑刺 试过几次你就不需要找朋友 自己就能站在老板视角去完善自己的逻辑了 最后很多朋友确实在一次次失败的汇报中 积累了很多坏心态和坏习惯 坏心态可以看如何跟大老板汇报那期视频 坏习惯可以看一小时30APPD还吊打全场那期视频 都有专门性的讲解 好的视频到这总结两个简单的道理 第一重视汇报 但是不是重视汇报的形式 而是重视汇报是否达成目的 第二 及格的汇报很简单 只有内容空洞的汇报才需要各种花哨的把式 别被带歪了 那好的 以上就是这期内容的全部内容 希望帮大家想清楚这件事情 也知道自己是能轻轻松松的得到一个有效高效的汇报的 希望大家以后能轻松高效的汇报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记得一键三连转发和评论 你们的评论我都会看 是我持续输出内容的很大鼓励 这里是科特保利症 分享走生道用能力升值加薪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